笑花为了还债 半夜偷偷溜进我的房间 强行将白色丝袜塞进我嘴里 甚至还说要以身还债 我没抵抗住她的头怀送包 便跟她来了一夜泄吼 哪曾想第二天她就跳楼自杀了 上一世童谣的母亲突发绝症 急需救命前 亲戚朋友嫌弃她们母女太穷 怕将来还不上债 各个闭门不见 我得知此消息后 便借了她二十万拿去救济 可没想到钱花了人还是没能留住 伤心欲觉得她便打算跟随母亲一起走 走之前为了还我的债 只好以身相许 如今我重回这个节点 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守护她 此时我看着面前娇滴滴的童谣 并没有像上一世跟她爬了床单 而是一把将她给推开 见状童谣娇娇柔柔开口 我哪里做得不够好吗 我爬下床后脸上写满了份量 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 童谣坐在床上呆呆地看着我 你觉得你自己是二十万吗 凭什么呀 我看着眼前一山不转 你好歹也是读双一流大学的研究生 能不能自重一点啊 从小到大 她都没怎么和男孩子说过话 听到我说她不自重 立马一副委屈巴巴的样子 我仔细打量着面前的童谣 居然才发现她有这么好的身材 感受到我的眼神 童谣用衣服盖住了身体 现在知道害羞了 赶快把衣服穿上吧 说完我便背过身躯 很快童谣穿好了衣裙来到我身边 对不起 文言我摆了白手 钱不钱都无所谓 你不用这样喊 你先回去冷静一下 童谣轻轻点了点头 迈着小步子往外走 看着她的背影 我思索着 这下她应该就不会跳楼了吧 结果这样的想法刚涌上心头 下一秒我眼前就浮现出一个对话框 系统考验开启 童谣将在今晚十一点 从明星山顶一月而下 成功阻止系统将顺利加载 任务失败系统则将自行关闭 当时我整个人惊呆了 她怎么还要跳啊 不跳楼了改跳山了 还直接从明天加急了今晚上 这是受什么刺激了呀 我赶忙一把拉住要走的童谣 她单薄的身子一抖 小心翼翼的看向我 我突然觉得这钱还是要还的 哪有欠钱不还的道理 你说对吧童谣 此话一出 童谣脸色瞬间红透了 那就继续吧 之前是一时间热血上头 现在却只剩下害羞 文言 我随手抄起了一本书 啪的一下拍在她的脑袋 你满脑子就这些东西了 童谣委屈巴巴的捂住脑袋 你打我干嘛 我没有那一副可爱的样子 让人想抱抱 于是我又轻轻拍了她的小脑袋 这样欺负校花的感觉真的好爽了 你一个双一流大学的学霸 想挣个二十万不是轻轻松松的吗 其实那也得是毕业以后的事情 毕竟在校学生是挣不了钱的 我这么说只是想暂时稳住她 童谣双手捂住脑袋 眼巴巴的看着我 那我明天就去找找兼职 说完便转身打算离开 我怕她是在敷衍 急忙抓住她的手 童谣眉头微醋 低头看着自己的手 显然是被我握疼了 见状我松开轻壳一声 这样吧 我家还蛮大的 缺少烟火气息 不如你每天帮我打扫一下卫生 做做饭什么的 每个月给你算一万的工资 说完我便打算松开她的手 却没想到被她食指向口 我平复了下躁动的小心脏 你还欠着我二十万呢 至少你要好好活下去 知道吗 童谣抬起水汪汪的毛子看我 林霜 你看出我不想活了 说完直接扑进我的怀里痛哭起来 我轻轻拍着她的后背 任由她扑起 其实很多情绪只要发泄出来就好了 五分钟后 童谣止住了哭声 还顺手抓着我的衣服 蹭了蹭脸蛋 见状 我宠溺地摸着她头 大鼻涕都蹭我的衣服上 闻言童谣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哪里有呢 我又戳了戳她的脸蛋 欠我这么多钱 想撒手跑路 好好给我活着 努力打工还钱 童谣把脸贴在我的手掌心下 猫咪式的蹭着 我知道了 那我明天搬过来 好好给你当女仆 说完这话 童谣离开了我的怀抱 扭头就跑 我一在门口 看着那道慌张跑路的背影 笑着挥了挥手 明天见大笑话 明天见大坏蛋 童谣软弱的嗓音 夹带着阳光和风一起传过来 回到房间后 我坐在沙发上 看着眼前刷新的对话框 考验已成功通过 抉择系统正在加载 就在这个时候 又响起了敲门声 我走过去打开门一看 门外站着一个清雅绝俗的高调女孩 一瞬间直接给我看呆了 女孩伸手在我眼前晃了晃 凌傻子 看呆了 没见过美女啊 说完一把将我推开 走进了房间 此刻 我终于反应过来 从后面抱住了她 婉婉 这是我多年的青梅竹马苏婉 还是那种无话不谈的好哥们 从生归来 见到了最熟的人 我不禁百感交集 但苏婉丝毫不客气 一脚丫子就踩在我脚上 贴上来干嘛了 臭轰轰的脚丫传来的痛感 让我呲牙裂阻 就是这个熟悉的感觉 这婆娘一不开心就喜欢踹我 尤其是穿着高跟鞋踹完也没管我 直接走进卧室 一个飞铺趴在我的床上 她抱着枕头在床上打了个鼓 你这家伙 是不是又想让老娘帮你写论文呢 两只脚丫子在屁股后面一阵晃了 我跟你说这几天没空啊 我靠着卧室的门笑道 没有 只是好久没见了 有点想你了 文言 苏婉打了个冷战 今天说这么肉麻 我摸着头尴尬的一笑 小别盛心昏了 你给老娘爬 能不能正常你 说完 苏婉丢了个抱枕过来 我刚刚在来的路上 遇到你们学校的笑话 我试图装傻 谁啊 童谣啊 童大笑话呀 苏婉又丢了个抱枕 打向我 你再跟老娘装傻试试 你不是天天想着她施法吗 我露出一抹坏笑 我还是用你施法的时候 更多意义 此话一出 苏婉又想拿什么东西砸 但这次却在床上 摸到一条黑色丝袜 见状我直接傻了 这不是童谣的吗 坏了她忘记穿走了 此时 苏婉两根手指 拎着那条黑色丝袜 表情也变得奇怪起来 怎么个意思 买的原味 那我为什么不直接问你呢 苏婉抿着嘴 翻了个白眼 说的也是 紧跟着打了手指 最后变换成一个 手枪的姿势对住 是不是打算穿给老娘看看 说完 她从床上坐起来 拎着那条丝袜来到我身边 拎啥呢 你说说 这丝袜上的香味 怎么有点像 童大笑话身上的味道 然后她就把丝袜贴在我的鼻子上 我鼻一微动 闻到了丝袜上的优香 按道 坏了 这苏婉是属狗的吗 这都能闻出来啊 之前抱着童谣滚在床上的时候 确实是这股香气在营让 下一秒 对话框又浮现出来 系统检测到当前情景 开始抉择 告诉苏婉事情 苏婉好感度加识 隐瞒事情 宿主到账一百万 我不禁眼前一亮 一百万呢 借给童谣二十万之后 我的余额也不多了 只有几十万 我清了清嗓子 晚晚 其实女装也不是不行啊 此话一出 苏婉的兴趣果然被吊了起来 这么多年的青梅竹马 我还是懂她的 她立刻把童谣的事情 抛在脑后 笑嘻嘻地要把丝袜 往我腿上扛 来来来 穿上给我看看 苏婉脸上戴着小恶魔 一样的坏笑 我哪能让她得逞 撒腿就跑 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 怎么能轻易女装呢 除非加钱 一穿我就穿 我抛出架马 刚说出这话 我就后悔了 这能难得住苏婉这小恶魔吗 她眉眼轻条 帮苏婉穿上童谣的丝袜 这是要将刺激贯彻到底 看到我的表情 苏婉嘴角勾起笑 下一秒 她把丝袜丢向我 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子 快换身衣服 时间差不多了 该出发了 我接下丝袜 随手揣在裤兜里 去哪里 自己刚重生回来 脑子还有点迷迷糊糊的 苏婉无疑地看了我一眼 你脑子坏掉了 今晚要去同乡会啊 文言我马上就想起来了 我们刚进入淮城大学不久 有大二的学长 组织同乡们一起聚一聚 原本我和苏婉 对这种聚会都是不太感冒的 但这学长是个副歌 费用全包 用餐地点 还在淮城的唯一五星级酒店 这白送的晚餐 哪有不吃的道理 想起来了 我就说你要少对同谣试法 看脑子变傻掉了吧 苏婉屈指弹了一下我的脑子 然后转动着雪白的裙子笑着 好看吗 好看是好看 穿安全裤了没有 此花一出 苏婉抬起修长的腿给了我一脚 我也马上看到了 雷斯边的安全裤 林大傻子 你还管得挺多的 你管得这老娘吗 我笑着摆了白手 扭头去换衣服 下一秒 苏婉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穿那身 我给你买个衬衫吗 我穿好白色衬衫 照了照镜 还真是人不苟样的 有点小帅 拿出手机看了一眼 系统给的一百万已经到账了 一下子变成有钱人了 泡面都能多加个蛋 片刻我收拾好后走了出来 苏婉顿时眼前一亮 不错不错 勉强不会被别人认成是我的司机 我垂在他的肩膀上 现在你是本少爷的司机 苏婉歪了歪脑袋 贪了贪手 少爷 我们的车呢 其实我还真没车 之前都是花着父母的遗产 现在倒是有了一百万现金 或许可以买辆几万块的贷补车 算了 在大学校园里 小电驴没准更好使 傻站着干什么呢 苏婉取下门边挂着的小电驴钥匙 走啊 我的司机 片刻黄皮我骑着小电驴 苏婉坐在后座上 挥舞双手拍着我的后背 驾驾驾出发了 街景在飞速后退 温暖的风 聊起苏婉柔顺的发丝 躲在他盛满笑意的酒窝上 在喧嚣的风里 我突然开口 婉婉 要不 我还是买辆代步车吧 你说什么苏婉像小孩子是 对着风张大了嘴巴 改变了自己的音调 她玩得还蛮开心的 于是我也笑起来 苏小傻你好幼稚 林大傻你更幼稚 只能说 珍惜每一个愿意坐在你小电驴后座的女孩吧 怀城大酒店离怀城大学不远 骑着小电驴没多久就到了 苏婉刚从我的小电驴上跳下来 一辆奔驰 C就停在了两人旁边 摇下车窗 一只年轻人朝他们打招呼 苏婉同学 林双同学 到了呀 这人就是这次同乡会的发起者 大二年级的张鹏飞 还在念书就能开得上奔驰C 确实是个副歌 两人和他不算数 但好歹是今晚出钱的人 于是也和他点头打招呼 我笑得比较灿烂 张学长好 那是对张鹏飞这个冤大头的礼貌笑容 今晚我就不客气了 要敞开吃了 张鹏飞停好了奔驰 指了指马路对面 林双 电瓶车不能停在这边轮口 毕竟是五星级饭店 要停在马路对面才行 他又笑着看向苏婉 苏婉同学就先跟我进去吧 苏婉像是没听见他在说什么 又熟练地坐上了我的小电驴后座 好爷 那阿双再带我都一回疯 他的语气让张鹏飞以为 他坐在什么法拉利敞篷跑车的副驾驶上 他揉了揉眼睛 确认这明明只是一辆电瓶车 还是杂牌电瓶车 看着坐在我的电瓶车上 去到马路对面的苏婉 张鹏飞摇了摇头 还带着胸有成竹的笑脸 看样子 还不知道钱的重要性能 他看了眼自己往往握拳的手 仿佛能掌控一切 就算坐在奔驰的副驾驶 也比坐在电瓶车后座小 要幸福的多呀 早晚你会明白这个道理 张鹏飞面倒着这样的剧 走进了淮城大酒店 挺好小店驴 我也和苏婉一起走进了淮城大酒店 张鹏飞这副歌今天算是大出血 包下了一个偏天 江都离淮城故里 同在一个省 所以有不少江都的学子 来淮城大学念书 这场同乡会坐满了几桌 阵仗不小 苏婉落后半个身位 走在我后面 从我的肩头探出亮晶晶的毛子 好奇地打量着宴会厅里的一切 像是只可爱的小松鼠 藏在树洞里 打量外面的松果式 看他们进来 有不少同学都起身打招呼 苏婉同学 还有凌双同学 男同学看着苏婉发呆 女同学看着我流口水 凌双怎么又变帅了 这身衬衫好有形容 有胸肌 你的哈喇子都留下来了 三三两两的女同学聚在一起 窃窃私语 可惜凌双还是穷了点 要我说 还是张鹏飞这样的副哨 更值得托付 这样的同乡会 有的同学是来打点关系 以备后续的 更多的同学 则是来看看 能不能找到合适的另一半 我和苏婉不管 其他人是来干什么的 反正他们俩是奔着吃的来的 不过很快 落座的所有人都发现 这次同乡会 似乎还有其他的目的 宴会厅里 装点了不少浪漫的花朵 灯光也很柔美 看起来甚至像是一场婚礼 可这不是婚礼 那就只能是一场 蓄谋的表白了吧 我和苏婉在角落坐下 笑眯眯的对视一眼 没想到不光有美食 还有瓜可以吃 这顿有啊 光一边的甜品台 就有十几种精致的甜品 随意拿取 桌上的菜更是山珍海味 应有尽有 林大傻 你要帮我多吃点甜品啊 苏婉凑在我的耳边 说起悄悄话 我帮你吃 你自己怎么不吃 会长胖的呀 林大傻 你是真的傻呀 苏婉有些苦恼的 戳了戳特级的小裤子 李群格外显露身材 衬出他隐隐一卧的腰线 但完全是中看不中用的 这样的裙子 吃多了肯定很明显 早知道不穿这件衣 但也不亏 林大傻都看傻了 我不知道苏婉在想什么 也戳了戳他的小裤子 苏婉拍开我的手 林大傻 你说这阵仗是要给谁表白的 是不是童谣大笑话呀 童谣也是我们的同乡 多半也收到了邀请 在场的大部分同学 都带着这样的想法 这么大的排场 肯定是冲着童谣去的呀 毕竟是高票当选的笑话 我默默地喝了一口葡萄酒 心想童谣大笑话 现在估计忙着在寝室收拾行李 准备明天来给我当住家女婆呢 她恐怕没空啊 我把自己的葡萄酒杯递给苏婉 你尝尝 有点苦 你怎么一口一个笑话的 是对洛选的不满意吗 论长相 其实苏婉和童谣不相上下 都是笑话级别 只是苏婉是艺术生 淮城大学的艺术学院 在另一个小区 平时都不跟主校区来往 贴吧搞笑话投票的时候 就只列出了主校区的候选 苏婉抿了一口她的葡萄酒 还可以 甜丝丝的 她一手优雅的拿着高脚酒杯 另一只手耍流氓 似的勾起了我的下巴 奔哼林大傻 你说说 我和童谣 谁更漂亮呀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 宴会厅里的灯突然暗了下 一束光打在了 站在宴会厅中间的张鹏飞身上 苏婉捂住嘴 手捂足蹈的拍打着我大脑 来了来了 吃瓜了 整天好啊 她像是在看什么偶像剧的小姑娘 女主角呢 童谣来了吗 被光束罩着的张鹏飞 手握着话筒 宴会厅里还响起了 浪漫的背景音乐 更多围观的女同学们尖叫起来 童谣在哪里 童谣没来吧 彭飞 选我选我 张绍 性别要求能放宽吗 角落里的苏婉和我 两只小脑袋凑在一起 在后排吃瓜 苏婉抓着我的手摇摆 像灰舞荧光棒似的 但下一秒她就愣住了 另一束光打在了这个角落 落在了她身上 什么情况 吃瓜吃到自己身上呀 在浪漫的背景音乐里 张鹏飞开始深情地表白 苏婉 你可能会觉得有些突然 但其实我已经喜欢你很久了 你大概不记得 再来到淮城的第一天 在火车站 我们就见过面 张鹏飞一边说 一边慢慢向苏婉和我的方向走 现场的气氛达到了巅峰 围观的同学们都开始大声尖叫起来 太浪漫了吧 我也想要张绍的表白啊 宴会厅的大屏幕上 镜头也给到了苏婉 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 所有人都看到 苏婉自然而然地挽上了她身旁 我的臂膀 那动作自然地 好像他们已经是多年的夫妻 张鹏飞已经走到近前 告白却戛然而止 比较滑稽的是 浪漫的背景音乐还在继续 苏婉轻易地贴在我的耳边 面带笑容 小声说出的话却带着微信 给老娘演得像一点 演什么 当然是演男朋友 我的眼前又一次弹出了对话话 检测到当前场景 开始抉择 同意假装苏婉的男朋友 奖励顶配兰博金尼Ears一辆 拒绝 则宿主到账 现金500万 讲道理的话 这是一场乌龙 其实我和婉婉早就在一起了 苏婉柔软的身体贴在我怀里 轻轻颤抖着 我把她搂得更紧的鞋 打扰了 祝大家同乡会玩得开心 张鹏飞也终于从当机里清醒过来 她大笑着拿回了话筒 原来是这样 还真是有些担当 家人在怀 那凌双同学要不要表示一下 比如说这场宴会 就当是庆祝 凌双同学也该一丝一丝吧 这话是把我架在火上扣了 围观的同学们也开始请问 拿下了我们的苏婉女神 这顿饭果然要我来请了吧 我同意 请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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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大家也知道 这要求有些不合理 但正所谓拿人手短 吃人嘴软 同学们都是来蹭饭的 金主开口啊 自然要硬喝几句 张鹏飞脸上的笑意更胜 我也不为难凌双同学 毕竟这几桌饭算下来 稍微有点贵 她看着紧紧贴在我怀里的苏婉 语气几乎有些咬牙切齿 不如凌双同学 就把我们这几桌的酒水给包了吧 不多 也就一万出头 每桌都放了一瓶毛子 还有一瓶一千出头的 薄飞酒庄干红 几桌算下来 确实要上万 张绍大气 这葡萄酒原来也这么贵呢 怪不得特别好喝 让我们都敬张绍一杯 众人都举起酒杯 我也跟着举起手里的高脚酒杯 然后在所有人的注视中 却手腕倾翻 把半杯红酒都倒在了地上 红宝石一样的酒液缓缓流淌 我脸上带着优雅 还有些脾气的笑容 好说好说 酒水都包在我身上 只是这红酒 我喝完碗都不太喝得惯了 我打了个响指 服务员 把你们这最好的红酒 给我们每一桌都来一瓶 举着杯子的同学们都惊呆了 早就凑在一边 看热闹的服务员赶忙走上来 大声汇报 帅哥 我们怀城大酒店 有八二年的珍藏吉拉斐 一瓶六万六千元 确定要上五瓶吗 我大手一挥 上 我眼睛都没眨一下的 加上我帅气的脸庞 一副标准的电影 李峰流富少的模样 跟年轻的吴燕祖五五开吧 只有贴在我怀里的苏婉 能感受我在干颤了 这个比一部小新装太大 我是真没想到 还有这么贵的红酒 毕竟我一直都挺节俭 什么八二年的拉斐 有八二年的雪碧好喝吗 苏婉凑在他耳边小声说道 林大傻你疯掉了 没关系 你老公我刚发了点小财 我也和他说起了悄悄话 外人看去 两个人是凑在一起耳并撕磨 狼才女帽的一对 羡煞旁人 张鹏飞后槽牙都要有碎 脸上还维持着勉强的笑容 林霜同学大气 服务员屁颠屁颠的 很快摆上来五瓶 八二年的拉斐 一桌一瓶 这一单可是大业绩 黑丝服务员小姐 看我的眼神都要拉四了 帅哥请慢用 刚刚想要给张鹏飞敬酒的同学们 都倒上了拉斐 又纷纷向我举杯敬酒 这一杯敬名大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开始和苏婉一起吃饭 只是现在 所有同学的事情 都开始聚焦在这个角落里 还有几个姿色不俗的女同学 想过来敬酒 不过都被苏婉蹬回去 我叫苦不迭 我的桃花呀 苏婉掐了一下我的大等 你现在还演着我的男朋友吗 能不能有点负责呀 他伸手锁住他的脖隔 坦白从宽 给老娘交代交代 你哪来的钱啊 作为青梅竹马 苏婉是知道我的父母 留给我了一笔一产 但他更知道我的性格 是绝对不会乱花那些钱的 我又抿了一口红酒 哎 别说了 都是传的彩礼钱 这下全花完了 苏婉勾着我的下巴 娶老娘哪用这么多彩礼 你还真打算嫁给我 你做梦去吧 苏婉别过脸去 也小口小口的抿着红酒 他的侧脸却蔓延开淡淡的粉 连白镜的天鹅井上 都像盛开了一只樱花似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喝酒有些上口 我给他加了一只牡丹虾 多吃点 这下还挺甜的 苏婉却仔细包好虾 喂在了我的嘴里 就算有钱 阿双你也不能这么浪费啊 那还不是为了给娃娃你长长面子 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娘里娘气的呀 我的好根本苏婉啊 苏婉佳琪跟大海参 捅进了我的嘴里 给老娘闭嘴 我被噎得差点喘不过气来 这个仇我记下了 早晚我也要这么捅他 张鹏飞有些头痛 他其实只算有些小钱 为了在苏婉面前显摆一下 这次是大出血 没想到到头来还是一场空 原来凌双这么有钱 不过82年的拉菲真好贵啊 张先生 这张卡余额不足了 服务员的话语将张鹏飞拉回现实 他赶忙拿出另一张卡 把这张卡也刷了吧 我这还有点现金 他有些狼狈的又从兜里拿出几张铃钞 服务员一直保持着专业的微笑 但显然快要绷不住了 五星级大酒店 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这么买单的 最后张鹏飞总算凑够了钱结账 没办法 后面又加了几道菜 超出预算了 张鹏飞摇头叹气的走出怀城大酒店 看到另一个女同学的背影 他又打起了精神 苏婉他是没戏了 这女同学也还不错吧 今天花了这么多钱 不能彻底把水漂了 张鹏飞走到那女同学身边 按下了车钥匙 停在路边的奔驰C力马 亮起了车灯 他笑着开口 同学 要顺路送你回去吗 张鹏飞的话 还没说完 第一辆兰博金尼URUS 突然停在了酒店门口 众人的视线立刻被吸引过去 不懂车的女同学 却也都认识大牛帅气的车标 那是兰博金尼吗 兰博金尼还有SUV 是兰博金尼URUS 这车得大几百万了 张鹏飞目瞪口呆地 看着我和苏婉上的那辆兰博金尼 至于刚刚搭讪的女同学 也已经跑过去想和我打招呼 这次苏婉瞪眼 也阻拦不住这些疯狂的女同学 林霜 也给我个机会吧 林少 这是我的微聊号 林大少 信别别卡得太死了 我一阵恶寒 赶忙让代价踩下油门跑路 我和苏婉坐在后排 笑着指了指后面 张鹏飞孤独的身影 你看那个人 像不像一条狗啊 苏婉脱下了高跟鞋 白嫩的脚丫子搭在里面 林大傻 你到底哪来的这么多钱了 不过我明天就要去给你送饭了吗 里面不是都包饭了吗 放心吧 都是合法所谓 系统娘发的 绝对合法呀 苏婉没再继续这个话题 又问道 对了 我们的小店驴还停在酒店门口 什么我们的 那不是我的爱车吗 你能不能有点边界感 我笑嘻嘻地打量着内饰 兰博基尼的内饰像是战斗机一样 每个男孩都会爱不试试 你不是在假装老娘的男朋友吗 苏婉的脚丫子不安分地叠在一起 她的脚趾上还涂了粉色的美甲 亮晶晶的 这只美少女真是无死角的漂亮 还没结束 那叫声老公听听 苏婉向她伸手 老娘的彩礼呢 我去让代驾在路边停车 把小店驴的钥匙放在她手心里 就在这下车吧 婉婉去帮我把小店驴气回去吧 苏婉不可思议地瞪大眼睛看着她 你要让老娘干什么 再说一遍 她转过身来 伸直了脚丫子踩在了我的脸上 林大傻你翅膀硬朗 我按住她的脚 臭脚丫子 拜托了婉婉 我现在要赶过去看看小汉 听到小汉这个关键词 苏婉撇了撇嘴 竖起一根手指 骑马一顿烤肉 成交 放下苏婉 兰博静一风驰电车而去 小汉 名叫严汉 我的父母是再婚组成的家庭 严汉算是我一父一母的妹妹 父母意外离世后 严汉独自居住在她生父留下的房子里 她出生没多久 就失明了 在一片黑暗中长大 前世 严汉最终也在一片黑暗中 选择了割腕自尽 我最后见到这个妹妹的时候 她穿着鲜艳漂亮的裙子 倒在一片血泊之中 回忆着凄凉挨碗的内衣 我握紧了拳头 重来一次 就是要弥补这些遗憾 严汉住的房子 在淮城的另一边 父母不在之后 我也几次提出过 让严汉搬过来 两人住在一起 方便照顾她 但每次都被激烈的拒绝 我越来越不懂 这只妹妹的心思 明明以前 小汉还蛮黏着我的 来到严汉家门前 我轻轻敲了敲门 然后直接用钥匙打开 小汉 我换好了血 轻声换她的名字 走进客厅一看 果然 这只妹妹又歪歪扭扭的 倒在沙发上睡着了 没开灯的昏暗客厅里 电视上还放着动漫番区 她的眼睛看不见 只能听声音 孤子还算整洁 她从小就爱干净 保洁阿姨每周 也会上门帮忙打死 桌子上放着凉了的外卖 看样子是中午剩下的 我无言地摇了摇头 轻手轻脚地走进了厨房 冰箱里还有一些食材 这只妹妹从小慢慢适应 即使失明了 也能靠自己生活下去 帮她炒了个蛋炒饭 客厅沙发上 严汉悠悠醒转过来 家里有另外的声音 她先是像是受惊的小兔子一样 蜷缩成一团 很快 她嗅到了沙发边残留的熟悉气味 是哥哥 于是她终于放下了戒备 甚至比之前还要更放松地 趴在沙发上 是哥哥的气味 厨房里传来叮叮当当的声响 严汉趴在沙发上 想象着自己是 趴在哥哥的怀里 脸上慢慢样开满足的笑容 直到厨房里的动静停下 她立刻坐着身子 反起了脸 下一秒 厨房的门打开 我端着一碗蛋炒饭出来 小汉 醒了呀 来趁热吃了吧 严汉虚无的眸子望着我的方向 冷淡的开口 你怎么又来了 她一脸厌烦的表情 这里不欢迎你 请回去吧 我的眼前 再一次弹出了系统对话框 抉择开启 留下陪严汉过夜 将触发一条任务 转身离开 则宿主到账五百万 系统娘打钱一如既往的大方 一出手 动折上百万 但这次我还是没多有余 选择留下陪严汉 我有些在意这个会触发的任务 有了这个系统之后 我最先想到的一件事就是 严汉的眼睛 有机会能治好吗 万能的系统娘 拜托了 不要只是会打钱了 严汉虚无的眸子还在望着我 他的眼睛其实生得很漂亮 大而狭长的桃花眼 眼角还点了一颗楚楚可怜的肋指 可惜因为失明 变得没有焦点 没有神采 他又开口说道 我能自己照顾自己 不用你来可怜 我端着蛋炒饭 一屁股坐在他边上 我今天主要是来这边办事 突然下了好大好大的雨 只好在你这里闭下 关我什么事 严汉转头望向他 两个人离得很近 随着他开口 湿湿热热的气息 扑在我的脸上 还带着淡淡的茉莉花清香 那是严汉很喜欢的口香糖味道 你也不想你可怜的哥 被凌晨落汤鸡吧 拜托了 让我借宿一晚吧 我语气装得很可怜 仿佛真的刚刚在大雨里淋过一样 严汉没接我的话茬 转而问道 外面 在下雨 我看了一眼窗外漂亮的 倾往夕阳 对的 在下很大很大的雨 似乎是终于接受了我的说辞 严汉不再说话 只是坐在那里望着我 我伸手按了下 沙发后面的开关 点亮了客厅里的光 电视里的动漫翻剧 演到了剧情的高潮 霹雳啪啦的开始电闪雷鸣 我盯着严汉的脸蛋 咧嘴一笑 你听 还打雷呢 他一直冷漠的脸上 终于闪过了一丝丝 其他的情绪 那大概是终于要绷不住 想伸手给他一拳的样子 就像以前妹妹和哥哥的打枉 但最后他还是别过了脸 严汉的毛子转向窗外 烂醉的夕阳就要没入地平线 美帝如此惊心动魄的一面 可惜他入眼只有一片黑暗 晚饭结束后 严汉就回到了自己的卧室 没再出来 我则在沙发上过夜 洗完了锅碗 又帮着把屋子里收拾了一下 因为失明 严汉做任何事情 基本只能依靠记忆 感觉 还有声音 比如所有的东西 都要放在记忆里的位置 放在固定的收纳架上 不然他就做不了饭 曾经有一次 严汉手划把刀落在了地上 不知所踪 他蹲在地上小心翼翼地用手摸过去 却无论怎么样都找不到 于是吃了好几天的泡面和外卖 他其实不太敢点外卖 独具的失明少女 对于外面的世界和陌生人 有天然的抗拒和害怕 每次外卖送来 他都让外卖员放在外面的柜子上 过了很久才赶出去取 那把菜刀 直到我来看他 才在橱柜下面找到 一只失明的少女 独立生活 真的很辛苦 可无论我劝多少次 他都不愿意和我住在一起 让我照顾他 甚至对我这个便宜哥哥的态度 也变得越来越疏忧 掉出系统界面 任务已经触发了 任务描述将童谣培养成完美影 有机会获得让严汉重建光明的药物 任务线索后天中午一 在学校教学楼 五楼尽头的废弃教室 或许能得到有用的信息 开始抉择 选择前往 将触发相关分支 拒绝前往 则会在24小时后刷新新的线索 进入其他分支 我眼前一亮 来了 真的有希望帮严汉妹妹 治好眼睛 让她过上正常的生活 享受少女的青春 但我最先注意到的关键词 确实有机会获得 手游玩多了 我是真的对这种说法 有点PTS比较 什么叫有机会获得 80抽小保底 还有50%概率弯 160抽才能大保底 不过 就算只有一丝机会 为了严汉妹妹 我也要去试试 接下来 我便思考起这个所谓的线索 现在仿佛有一个 二次元美少女恋爱游戏的选项 在我面前摆着 选择不同的选项 就会走向不同的结局 也许是大团圆 也有可能是坏结局 而且现实又没法从大 我没纠结多久 还是选择等到后天中午 去那间教室看看 犹豫就会败北了 第二天上午没有课 我正好去帮童谣搬家 行李收拾好了吗 我拨通了童谣的电话 收拾好了 我马上就过来 童谣的声音软软糯糯的 感觉像是水果味的软糖 就是不知道 具体是什么味道的 我真想咬一口 我来接你 准备下楼吧 不用不用 我行李不多 离得又不远 走过去就好 童谣下意识地拒绝 这只笑发真是切生生软糊糊的 像是怕人的小猫咪 考虑到颜值 还得是只不偶猫 总之 让我忍不住想欺负 想像撸小猫咪一样撸它 我它声音变得严厉些 下楼 我这就下来 童谣的语气也像是小猫咪一样 就差喵喵叫了 我笑眠眠地开着 兰博基尼驶入了怀城大学 欺负笑发小猫咪的感觉 好爽 我刚开到了女生宿舍楼附近 却远远看到了童谣色色缩缩的站着 旁边似乎是她的几个室友 只是点点地在说些什么 坏了 我的小猫咪不会被别人欺负了吧 早就该搬走了 有你在 寝室里都臭烘烘的 我没有 不就是长得有一点自色吗 这么穷 以后恐怕只能找个老头子架 还是又矮又肥的那种老头子吧 洪瑶的这几个室友还想说些什么 愤怒的引擎咆哮声突然传来 一辆兰博基尼 约着一个漂亮的甩尾飘影 横在了女生宿舍楼前 室友们都尖叫起来 是兰博基尼 好帅啊 这是来接哪个美女的吗 好羡慕呀 等到车门打开 他们的尖叫声就更大了 是灵霜 太帅了吧 没想到灵霜这么有钱了 姐妹们我要冲了 看到没有 童瑶这样的完美男人 你一辈子都配不上 这室友朝童瑶喊文化 笑盈盈的就要往我身上贴过去 却被我轮圆了一巴掌 扇在脸上 这一巴掌是大力尘 直接把他扇扇在地 还滚了两圈 我居高临下的看着他 这么热闹 在说什么呢 另外几个室友已经坐鸟受散跑路 无所谓 那些都是跟着起哄的 嘴最碎的就是挨打的这只 那女人捂着脸 抬头看他 凌霜同学 我甩了甩爪 要医药废的话可以来找我 打得我手都有点痛 还趴在地上的女人 却开口说道 我不要医药废 可以再打我一巴掌吗 凌霜我直接拉着童瑶就跑了 跑老快了 这不会一巴掌 把这女人的脑子给删坏掉了吧 太吓人了 拦脱静一绝尘而去 副驾驶上 童瑶一直低着头 不说话 等红绿灯的时候 我伸过手去 撩开他侧脸的发丝 戳了戳他的脸蛋 软软坦坦的 像是果冻 经常被欺负吗 童瑶不仅没有拍开他的手 反而更让这边靠了靠 方便他说 没有 我白天基本都在图书馆 交际其实不多 那就好 被欺负了告诉我 我帮你欺负回来 我笑起来 你怎么不拍开我的手 我是你的女仆 童瑶沉默了一会 说出了这样的话来 我的指度能感受到 这只笑话的脸蛋 在升温 我自己都没想到 原来女仆还有这种职责吗 那能不能再得寸进尺一点点 我掌心向上 拖着童瑶的脸蛋 轻轻挠着他的下巴 好烟 终于撸到小猫咪了 好爽 童瑶微微仰着脸蛋 乖乖地瞇着眼睛 让他瞒 看来在他心里 这也属于女仆职责的一部分 绿灯亮起 我终于不舍地收回了手 指尖都是少女的香气 甜味的 童瑶又小心翼翼地开口 谢谢你帮我 打人会不会有麻烦 我操控着方向盘 转过一个路口 不怕 这些人 主打一个欺软趴硬 你没看他 最后还被我打上瘾了吗 挨打 会上瘾吗 单纯的童瑶好奇地 睁大了眼睛 嗨嗨 我也不知道 这些奇怪的知识 童瑶还是暂时 不要知道了吧 看他这单纯的小猫密模样 真想让他染上自己的颜色 童瑶看着窗外后退的街景 突然反应过来 你家 不在这个方向呀 我先带你去买点东西 我的语气像是要带小朋友 去买糖吃 童瑶赶忙摆了白手 不用不用的 我东西都带起了 不用浪费钱的 我看了眼导航 主要是 要带你去买件工作装 工作装 虽然我不太懂 任务要求的完美女服 是什么样的 看样子估计 还有一堆后续任务要做 但果然 作为女服 最重要的 还是要先穿上一身女服装吧 我已经迫不及待 想看到这只笑话 穿上女服装的样子了 嘿嘿丝好 还是白丝好呢 作为成年人 肯定是全都要了 附驾驶上的童瑶 往旁边缩了缩 总感觉 林霜同学现在的表情 有一点奇怪呢 坏了 不会被可爱的女服 小猫咪嫌弃了吧 那种事情不要了 我带着童瑶 在淮城的商业街逛了一步 很快就发现 正经的服装店里 是没有女服装 这种东西卖的 童瑶乖乖的跟在后面 进出了好几家店面 终于没忍住开口 林霜我的工作装 是什么样子 我也来帮忙找找吧 这只单纯的笑话 还不知道 女服装长什么样子 她今天穿着一身 简朴的黑色运动服 把美好的身材 都藏了起来 双手捧在胸口 与其戚戚爱爱的 其实我套的围裙就好了 方便干活就行 不用专门买什么工作装的 不不不 工作装饰必不可少的 没有女服装的女服 就像没有老婆的老婆饼 没有夫妻的夫妻废片 纯纯的欺骗感情啊 我倒是也不急着 今天一定就要买到 主要是享受 和笑话小女服 一起逛街的过程 过斑马线的时候 童瑶跟在我后面 轻轻地拽着我的衣板下眼 像是跟在大人身后的小朋友 满满的依赖 有种无论她去到哪里 她都会乖乖跟着的感觉 两人各怀心思地 走回我停车的地方 却看到有一只蓝毛妹子 在围着我的蓝波基尼拍照 好爷 是女普雷姆 这下也许能问到 工作装在哪里买了 我挥手和这只 靠死女普雷姆的女孩把招呼 你好啊 拍完蓝波基尼的雷姆 似乎是个自来鼠 把手机塞给了她 正好 帅哥请帮我拍张 和这辆车的合照吧 好酷的车呀 我接过手机 咔咔咔的多拍了几张 你看看你拍的怎么样 顺便问一下 你这身衣服是在哪里买的啊 童谣在一旁观察着我的表情 不动声色地退后了一步 但还是牵着我的衣板 总感觉凌双同学的表情 又变得有些奇怪了 我便仗红了脸 说着什么 这就是美好的二次元 二次元呆四T 空气中充满了快活的气息 女仆雷姆兴奋地指着她 你也是二次元 我立刻摆手 我只是在玩稿 我才不是二次元 怎么能在自家的小女仆面前 承认自己是二次元呢 绝对不行了呀 雷姆撇了撇嘴 一副到不同不相为谋的表情 指了指前面的路 诺 前面巷子里 有一家Costful专卖店 说完她就和两人告别了 既然不是二次元同好 那就没什么好聊的 我在心中为自己背叛了 二次元的事情 唱混蛋呢 便拉着童谣往前走 要去那家Costful专营店 童谣终于回过未来 反反开口 慢着 林双同学 该不会这就是你所说的 工作装吧 我大大方方的承认 差不多吧 这就是女服装哦 真的能穿着那样的衣服干活吗 可以的 感觉比刚刚买的吊带裙还要暴露 众所周知 雷姆的那款女服装 身前是有镂空设计的 确实有点小色 我笑起来 不用担心了 有保守的款式呢 Costful专卖店里 除了雷姆款 肯定也有正经的女服装款式 童谣撇了铁嘴 突然感觉我像是进了什么贼窝呢 现在想跑已经来不及了 这只笑话小猫咪可可爱爱的 假哭了一声 糟糕 实在是太可爱了 于是我又挠了挠她的下巴 撸了撸这只小猫咪 在大街上 不要了 童谣别过脑袋 小脸蛋又慢慢变红 但却没有挣扎 乖乖给我挠 那在家就可以了 小猫咪说不出话来 如果是在什么番剧 现在她的脑袋上 已经要冒出蒸汽的特效了 呜呜的像是一只小火车 其实这条巷子里也没其他人 在人多的地方 我也不会注目到她 我笑眯眯的收回手 带着她进了cost服专卖店 店员小姐姐立刻热情的赢了上来 欢迎光临 想要cost什么角色呢 我们可以帮你搭配哦 我扫了一眼 这家小店还挺专业 很多模特上都有搭配好了的套装 还有各种精致的小配饰 什么蝴蝶姐 猫耳朵兔耳朵 耳坠项链 都摆了一面墙 甚至还有一排各式各样的丝袜 用来搭配不用角色 不要了 已经买了一条好漂亮的裙子 店员小姐姐还在热情的介绍 帅哥美女要出CP吗 我们这里也有哦 可以推荐几款 这只小姐姐热情过了头了 大概是看我和童谣实在太帅气漂亮 迫不及待 想看她们出cost样子 童谣抿了名嘴 低着头不说话 我笑着开口 主要是想买件女服装 是雷姆吗 我们刚刚才卖出去一件呢 不是不是 就是普通的女服装就好 好的呢 美女请来这边 我帮您取 店员小姐姐很快拿来了一套经典的英式女服装裙 这件裙子以黑色为主 胸前和外面的罩裙点缀了一些白色 还有许多可爱的蝴蝶结装饰 童谣张着小嘴巴 呆呆地开口 好漂亮的裙子 很端庄高雅的感觉了 就说是十分正经的工作装吗 我拍了拍自己的胸口 一副很可靠的样子 童谣小心翼翼地接过裙子 仔细地看了它 这女服裙的质量非常好 一点线头都没有 裙摆都做了精致的花边 还有很多可爱的用心想戏剂 穿着这样漂亮的裙子 会完全不想工作的吧 这是什么罢工发言呀 不应该是更有动力工作吗 嘿嘿 童谣可爱地吐了吐舌头 快去换上试试吧 我迫不及待地把它推进了试衣间里 穿上了女仆裙的童谣 感觉人也变得端庄严肃了一点 她牵着裙摆 微微弯腰 柔身开口道 欢迎回家 好爷 完美女仆养成计划 成功地迈出了第一步 怎么样 昨晚看视频学的呢 童谣像是考了满分 想要奖励的小朋友 亮晶晶的眸子看着我 是不是缺了什么重要的宠物 童谣悄悄看了一眼 店员小姐 小声说道 回家再说了 付款的时候 我又让店员小姐 又打包了一件雷姆款的女服装 还有其他小配事 童谣看在眼里 抿了抿嘴 没有戳穿她 她能怎么办 她只是一只可可怜连的小女婆 只能任由雇主摆布 想到这里 这只笑花小女婆 轻轻笑了起来 你傻笑什么呢 我发动兰博精明 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一点 这顿午饭 就在外面随便解决一下 童谣马上又抿住了嘴 女婆连笑也不行吗 当然可以啊 还要多笑 不过要和我汇报一下 在笑什么呢 我随便选了一家附近 评分高的饭店 拍车过去 童谣转头看着我 这也是写在女婆手则里的 这主要是我想多了解 了解你 小女婆轻哼一声 就不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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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笑嘻嘻地唱起儿歌来 我瘫了瘫手 果断换了个话题 你下午有课吗 选好房间收拾一下 准备去上课吧 我后两节有课 还有些时间的 我下午满课 现在就要走了 童谣下意识地 又抓住了她衣服下 眼巴巴地看着她 干嘛 这么黏人了 我没有 那你早点回来 我突然觉得 这一幕 好像他们是刚刚新婚的夫妻 老婆依依不舍地 和要去上班的老公道理 我笑着摇了摇头 挥散掉这样的想法 好 拜拜了 童谣呆呆地看着我离开 突然想到了什么事的 须提着裙摆 朝她的方向行了翼 主人 慢走 可惜我已经进了电梯 没有听到 不然我可能会 直接旷了下午的课 要听这只小女仆 再说一百遍来一百遍 课间休息的时候 苏婉懒洋洋地 趴在课桌上看我 怎么说 欠我的口弄 今晚就去 我假装思考 晨瘾一阵 今晚恐怕不行 有点小事 我急着回去 和小女仆增进感情吧 哦 懂了 晚上要去泡妞 苏婉若无其事地 伸了个懒腰 这是个很显露 身材的动作 要是家里的那只小女仆 来做 怕不是要崩飞 胸前的扣子 然而苏婉 平平无奇 再看 老娘就把你的眼睛 挖出来下酒了 苏婉朝我晃了晃两根 白嫩的手指 我撇了撇子 有什么好看的 我还不知道 你有几斤几两个 我又小声说道 小时候还 天天一起洗澡呢 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情 老娘就不会长大吗 我又看了一眼 真的 长大了吗 苏婉眯眯着眼睛 轰肝肌真是个好东西 被狗咬了一口 你刚刚含我什么 我单脚蹦蹦跳跃地进了屋 红瑶顺势扶着我 没听到就算了 怎么会被狗咬了 他搀扶着他坐下 还凑近看了看他的脚 打了狂犬一瞄吗 我笑起来 那应该不用吧 从小养大的小狗狗 没独信的 红瑶看了他一眼 总感觉凌霜 同学在说什么奇怪的事情 他手指点着自己的脸 胸前的大蝴蝶结 起伏晃有着 对了对了 今天是想先吃饭 还是先洗澡呢 这也是看视频学的吗 是的呢 童谣笑眯眯的毛子 像是一弯月牙 真是好学的小女婆呢 不过 还有第三个选项呢 被你吃掉了吗 小女婆自不自地点了点头 转身走进厨房 是要先吃饭吗 那我这就去蹲过来 请稍等一下哦 不要装作没听到 不乖的女婆小姐 不乖的小女婆 准备的晚饭是八宝钟 还有几个小菜 周是下午去上课前熬上的 小菜则是刚刚赶回来准备好的 新家的味道了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小女婆啊 我就想问问 穿着女婆裙的童谣 在客厅里晃来晃去 我总感觉她是不是 在靠扫脱机器人 一样满屋子乱转 想找点活干嘛 童谣终于停下脚步 双手按在胸前 眼巴巴地看着我 该说不愧是刚入职的新人吗 主观能动性这么强啊 没活了可以整点活呀 比如一脸嫌弃的掀开裙摆 露出胖子什么的 小女婆童谣 牵着裙摆越来越高 最终还是苦恼地放下了手 不行不行 太奇怪了 可恶啊 明明差一点就能看到 要不是知道这只小女婆 又单纯又是 我都有点怀疑 她是不是故意在魅惑自己 我笑起来 别担心了 以后你的工作会变多的 我可是志在把你培养成完美女婆呀 童谣歪着小脑袋望着我 完美女婆 都需要会哪些技能练 首先 要对着我一脸嫌弃地掀开裙摆 露出胖子 我煞有介事地数着手指 这个先除外了 这个可是入门环节呀 其次 武力只也要过关吧 可以一拳打飞坏蛋什么的 如果能从女婆群下 掏出一挺加特林 就更有安全感 一拳打飞坏蛋 童谣呆呆呆地看着自己 软乎乎的粉圈 犹豫了一会儿 还是点了点头 我会努力的 我终于没忍住 笑出了声 这只小女婆也太可爱了吧 第三 现在坐过来 我朝她招了招手 像是拿着豆猫棒 在诱管无辜的险猫咪 干嘛啦 童谣牵着裙摆 乖乖上钩 走到她身边坐下 然后马上被我的双手捕获 我轻轻捏着她的脸蛋 像是在揉捏晴朗天际里 一朵形状很漂亮的云 我下意识地觉得 软乎乎的云朵也该失去个手感 青春无敌的美少女 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 这也是完美女婆的必修课吗 童谣被她捏着脸 音调都变了心 我又开始挠她的下巴 今日份的撸猫缓解 是的 我不骗人 童所无欺呢 小女婆 茂密被无良的主人撸得满脸通 连国梗都红透了 才有气无力地推开她 我去拿本书来探吗 既然没有工作可做 童谣决定看书 毕竟她可是全专业祭点第二的学霸 至于第一则是我 她也是淮城大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 但她是师范 我是非师范 两个专业的课程大差不差 祭点都混在一起排名 不过他们师范系是免学费 毕业会给一本教师资格证 也会分配学校教职 我的非师范系 则偏向培养编剧 文案以及文学研究之类的人才 只能说想象很美好 实际上大部分学生毕业之后 基本都选择了考编 汉语言专业考编确实相对容易一些 这个晚上之后的时间 我都在乐呵呵地打着游戏 而小女仆童谣 则坐在边上安静地看着书 偶尔帮我倒杯水 终于推完了今天的镜头 我关上电视回过头 发现小女仆 双手撑得下巴 在一眨不眨地看着我 第二天我满课 课表塞得满满当当 从早上到晚 当然这天最重要的事情 还是要跟随系统娘的指引 在中午一点 去那间闲置的教室 一探究竟 我有些好奇 到底有什么东西在等我 我也不是没想过 要不要提前去看一眼 踩踩点什么的 但又担心会影响任务的处分 上午是我最喜欢的文学时刻 认真记了一上午笔记之后 我又在食堂吃了碗面 踩漫悠悠往目标地点走 来到教学楼五楼 镜头的废弃教室 时间不多不少 刚刚好一点钟 我从外面扫了一眼 这间教室的窗户 都被厚重的窗帘盖得 严严实实 窗帘上有堆积的灰尘 看来已经废弃很久 心不走到门前 我握住门把手的时候 感觉心跳还算平缓 最多因为是从食堂一路走 有略微的加速 而后 我打开了这间教室的门 早春带着暖衣的风 瞬间涌入教室 掀起了窗帘 以及少女的裙摆 是的 有一只少女在这间废弃的教室里 她身着针织衫搭配短裙 膝盖处还挂着吞了一半的黑色丝袜 她背对着我 此时正靠在一张桌子的桌脚边 上下左右的飘动着 她是那样的全情投入 无我两望 甚至完全没注意到门已经被打开 有人在看现场直播 用粉色蝴蝶结绑在侧面的柔顺马尾 也随着她的动作一起飘舞 少女十二隐行高歌 十二低音潜唱 配合着和桌脚的比例奋进 像是来自远古部落的祭祀少女 在进行什么神秘的召唤仪式 但见多识广的 我马上就看出来她在干什么了 这不是圆桌骑士吗 我是万万没想到系统娘把我引到这来 竟然能看到这么一幕 难道是我打开门的方式出了问题 直接开门进入了二次元 少女的神秘仪式越来越激烈 似乎要进入最后乐章 我下意识觉得有些不妙 深感进退为补 而系统娘适时的蹦了出来 抉择开启 选择留在原地等待 奖励大师及永春 触发后续剧情 选择默默退出教室 奖励精通及飞船驾驶 触发后续剧情 飞船驾驶是什么东西 系统娘不附赠一艘飞船的话 这个技能到底有什么用 总不至于走出这间教室 外面的世界已经快进到了 星际时代了吧 我果断选择了留在原地等待 顺便把门给轻轻带上 不是我想继续欣赏 这只少女的神秘仪式 主要是对永春有点好奇 随着最后一个高音颤动的收纹 少女的神秘召唤仪式终于结束 她精疲力尽地趴在了桌子上 看来是用尽了全部反应 可惜什么都没召唤出来 从背后的角度看去 我给这只少女的身段打一个满分 该怎么去形容呢 就像是一只风后 中间戏 两头大 大大大 现在的情况有些微妙 我总不好主动上去打招 只能等少女发现我 还好我没有等太久 趴在桌子上的少女伸了个懒腰 炫耀了一下完美的曲线 而后终于转过头来 对上了我的视线 时间仿佛凝制在了这一刻 在此之前 我一直以为我才是那个造物主的毕业作品 没想到造物主还偷偷藏了一手 这少女的脸蛋漂亮到了惊心动魄的地 还残留着的红韵 像是从最迷人的晚霞里 抬下来的一旁 应是天仙一醉 乱把烦心揉碎 看到我 她的眼神只迷茫了一时 不聊的表情很快变得生动起来 那大概是骄纵惯了的少女 终于找到了新的玩具 觉得有趣的表情 她朝我偏了偏脑袋 侧马尾垂落下来 一如河畔的金流 好看吗 我诚心实意地点了点头 好看 少女双手一撑 坐在了桌子上 我看到 桌腿下有一滩水 像是走过云幕的雨伞 带进室内留下的痕迹 但是这两天又没有下过雨 少女如玉信誉的手指 慵懒地搭在了腿弯挂着的黑丝上 她动作优雅 优雅得像是在表演什么舞台剧一般 把那双黑丝吞了下来 作为我们这场浪漫相遇的礼物 送给你 我猴杰轻动 我看了眼系统界面 大师级泳春已经装载 但接下来的剧情 却没有任何的提示 大师级的泳春到底是个什么水平 能和电影里的夜师傅过几招 我不动声色地站在原地 开口道 相遇即是圆 礼物就不必了吧 少女指尖勾着丝袜 还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看着 被拒绝的感觉不太好受 她的嗓音带着些沙哑 明明还隔着几步的距离 那声音却仿佛就在我的耳边 和我耳边撕磨一板 还是说 帅哥你只是想要 帮助一下可怜的我们 帮什么呢 帮他一起进行神秘的召唤仪式 窗外 怀成大雪 下午上课的铃声已经响起 是一首轻柔的歌 祭奠第一的好学生凌霜 看来是要旷可 我笑起来 我觉得我们可以换个地方 深入交流一下 可是人家觉得 还是在这里更刺激一些呢 少女修长白嫩的双腿交叠在一起 涂了红色美甲的脚趾朝我勾了光 最起码 先收下人家的礼物吗 让美女等太久 可不是绅士的行为哦 她从桌子上坐了起来 手上挑着黑色的丝袜 迈着优雅的步伐 慢慢向我靠近 讲道理的话 平时在外遇到这种 诡计多端的女孩子 我是一定会润的呀 男孩子一个人在外面 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 可是现在 一切都为了 有机会只好严寒妹妹的眼睛 我默默向前一步 想去接她的礼物 那条黑丝 就要触碰到的瞬间 少女的手腕灵活轻柔的翻转 一把匕首 划扩了丝袜 刀尖骤然向下 朝我刺来 刺眼的寒光闪过 拥有大师级勇春的 我一个战术后影 堪堪躲开匕首的刀刃 果然 这不靠谱的系统苗 莫名其妙给了我 一个什么大师级勇春 就一定是要派上用场的 我是真的有些好奇 选了飞船驾驶精通的话 剧情会怎么发展的 但现在显然不是 考虑这些事情的场合 刀光闪过 我的发丝差点被削去一截 这一击是大力尘 还有带着少女香味的风 从我的脸上浮过 惊鸿一面之间 我注意到这只少女握着的鼻手 刀把还是粉色的 甚至挂着小狗挂饰 真是满满的少女心 但她的动作却全然不似少女 一刀落空 立刻又城市追击 挥刀轻盈却有力 显然练过两手 可不是什么歹徒兴奋权 颜色越粉打人越狠 是吧 幸好我是有辈而来 我现在可是永春大师 我摆出经典的永春架势 轻松地卸掉了少女的进攻 一脚踢飞了她手上的鼻手 变光火石之间 胜出一分 失去了武器的少女 笑得却更加兴奋了 帅哥打得人家好痛呢 手都变红了呢 看他的表情 似乎我从一只 有点意思的玩具 变成非常有意思的玩具 女孩子玩什么鼻手 滑到我这张帅气的脸了怎么办 我还摆着永春的姿势 单腿下蹲 另一只腿向前伸长 经典夜问蹲 哎呀 人家也舍不得伤到你这张脸了 只是害怕你对人家动手动脚 想控制住你的手吗 说着这样的话 少女一条修长的腿高高抬起 做了个踢腿的动作 空手格斗 人家也是会两下子抖 这大概是跆拳道里面的招式 少女做的有模有样 可她现在穿着一条白折短裙 纯纯的歹徒兴奋全了呀 我也不再废话 七身向前 又两招把她制服 反手按在桌子上 她脸蛋贴着捉蜜 还是一副笑咪咪的模样 话语娇柔婉转 帅哥可以再勇猛些哦 我一直很谨慎 担心她又从哪里 掏出什么奇怪的武器出来 刚刚那把匕首就没看清 从哪拿出来 难道是藏在黑色丝袜里的 美少女的裙下 真是什么都有 就像蓝胖子的四四元口袋 我反捡着这只少女的双手 确保了自己的安全 才开始打量这间客室 不同于外面看起来的废弃模样 这里面各种设施一英俱全 有几排书架 堆满了各种书籍 靠墙的长桌上放着咖啡机 微波炉甚至还有一个小烤箱 在里面择立着一台双开门的冰箱 看起来完全不像个客室 导箱是什么秘密基地 唯一属于原本客室里的东西 只有少女身下的这张客桌了吧 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看来是有什么特别用的 神秘仪式的专用道具是吧 我视线看向桌斗里 一眼看到了一捆麻绳和一副手铐 这只少女的扑好像有点多了 被按着的少女还在扭来扭去 嗯哼帅哥想好怎么惩罚人家了吗 系统又弹了出来 这把枪就一定会发射的理论 难道后面还有激烈的枪杖环节吗 事到如今 这一切到底和完美女仆的养成方法有什么关系 我撇了撇嘴 只好选择了黑客帝国 总不能选母猪的产后护理吧 不管了 先狠狠地惩罚了这只少女再说 我从桌斗里拿出手铐 把她的双手铐牢 然后我高高举起一只手 啪的一声脆响 落在了少女的身后 我马上就想到了昨天吃过的大铐子 一口咬下去会爆汁的那种 熟透了的烤子 我感觉自己的手 仿佛落在了惊涛骇浪之上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少女还在帮我配音 唇齿间又吐出一阵清亮的高音来 不知道有没有五月天所说的 十拍一六那么高 她无助地趴在桌面上 水汪汪的毛子望着我 再惩罚我一会儿吧 帅哥我还能说什么呢 只好满足她的要求啊 这间客室里很快想起了一阵协奏曲 有清脆的鼓声 还有清亮的女高音 以及门子拉一声被打开 像是弦乐一样的声响 我回过头去 就看见一只女仆中的身影 朝我扑了过来 还伴随着她的登场台词 大小姐 我来迟了 那你确实来得太迟了呀 你家大小姐都又在我的帮助下 完成了一次神秘一试了呀 永春大师凌霜 再度重出江湖 可突然出现的女仆 护卫打过一团 而桃子大小姐还懒洋洋地 趴在桌子上 似乎在回味什么 总之 画风实在有些微妙 这只女仆护卫也有些实力 一招仪式干净利落 力道十足 可惜她碰上了永春大师凌霜 我们从客室的这头打到那头 趴在桌子上的大小姐 脸蛋还贴在桌面上 笑眯眯地看我们过招 没过几招 女仆护卫明显落了下风 我已经开始考虑 要不要把这只女仆也按在桌子上 让他们主仆团聚 然而就在一秒钟之后 我短暂地失去了思考能力 马上要落败的女仆 从裙摆下掏出来 一只左轮手枪 黑漆漆的枪口指着我 我只好乖乖地举起双手 不管怎么说这话风也太奇怪了 这不是一本恋爱日常小说吗 所以所谓的黑客帝国身法 是要现在使用吗 可是这个近在咫尺的距离 这身法真的可靠吗 趴在桌子上的大小姐 终于直起了身子 看她走路的姿势 我刚刚下手似乎有点重 她从女仆手里 接过了那把左轮手枪 枪口顶在了我的额头上 这只大小姐 还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 似乎只是在玩什么有趣的游戏 她白嫩的手指 轻轻拨动左轮枪的弹甲转轮 转动的声响十分性感 帅哥刚刚人家的手感怎么样呀 大小姐凑近在我的脸前 吐气如蓝 现在轮到人家来惩罚你哦 帅哥一发三万 要来玩了吗 大小姐把枪口抵在我的额头上 说出这样的话来 我马上听懂了 她这三万一发是哪一发了呀 俄罗斯轮盘堵 一发子弹三万了 左轮枪的转轮 还在咔哒咔哒的清脆转动 无论怎么看 这把枪都不像是什么 批发市场买来的一只玩具 我能切实感受到枪口的冰冷 扣下扳机 我多半就要二次元箭了 就是不知道我醒来是在哥布林洞穴 还是在最强术师决战现场 会赢的 但我还是把双手举得更高了一点 看到我的造型 大小姐一手举着左轮枪 一手抚摸上我的脸蛋 笑得更开心了 她的笑声简直和转轮转动的声响一样清脆 终于在你脸上看到一点害怕的表情了 小帅哥 主要是有些难过 明明我们刚刚玩的还挺开心的 不是吗 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 开始思考对策 被枪顶着头 什么黑客帝国身法应该是派不上用场 就像用划铲对付老虎的教学一样 完全是指上谈兵了 成功率太低 这只大小姐比我矮上一头 她微微点着脚尖 一只手还上了我的脖子 顶在我的怀里 带求撞人为力 有没有裁判管管呢 什么 裁判也是他们的人 那没事了 美人在怀 我却感觉像是被一条冰冷的毒蛇缠上脖子 毒蛇还在我的耳边 撕撕撕的 吐着粉嫩的心 刚刚确实玩得很愉快 帅哥 湿湿热热的 细细打在我的耳垂上 所以 人家现在想玩点更刺激的吗 说完这样的话 大小姐又把左轮枪递给了 站在一边的女巫 交接的那一瞬间 我心想 这是一个机会 但果然还是没有百分百的吧 我放弃了 尽管我拥有 怀城大学第一季点的聪明头脑 还有点小帅 中午吃了最爱的黄花菜面加蛋加鸡 家里还有一只可爱的住家小女妇 算得上五好青年 可是我从来没有面对过枪口 机会转瞬即逝 现在是女仆护卫用枪指住我 大小姐拿起了那条黑色丝袜 像是系领带一样 系在了我的脖子上 动作温柔而又优雅的 在我胸前打了个领结 可惜这只大小姐看来是第一次给男人打领结 打得歪七扭八的 有点丑 这丝袜不久之前还穿在大小姐的腿上 尚有余温 我甚至能感受到 这丝袜还有点湿乎乎的 不知道哪里沾了水 系完了丝袜 大小姐又接回了左轮 女仆护卫在一边适时的行李开口 大小姐 这个男人要怎么处置 当然是绑回去 培养成我的小狗狗了 大小姐坐在桌子上 拽着我脖梗间的丝袜 把我拽到近前 最接近的时候 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只有0.01公分 她线长的眼睫毛 像是蝴蝶翅膀一样扇动起来 除过我的脸颊 还是说 帅哥你更想让人家成为你的小狗狗吗 笑花为了还债 半夜偷偷溜进我的房间 强行将白色丝袜塞进我嘴里 甚至还说要以身还债 我没抵抗住她的头怀松包 便跟她来了一夜泄后 哪曾想第二天 她就跳楼自杀了 上一世同僚的母亲突发绝症 急需救命钱 亲戚朋友嫌弃她们母女太穷 怕将来还不上债 各个闭门不见 我得知此消息后 便借了她二十万拿去救济 可没想到钱花了人还是没能留住 伤心欲觉得她便打算跟随母亲一起走 走之前为了还我的债 只好以身相许 如今我重回这个节点 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守护她 此时女仆护卫拿出了桌斗里的麻绳 将我五花大绑起来 没想到这绳子最后是用在了我的身上 大小姐坐在桌子上 两条细腻白嫩的腿子踢来踢去 像是什么贪玩的小女孩的动作 帅哥 不用担心会被这绳子伤到 她笑起来也像是天真可爱的小女孩 这可是特制的绳子吗 连人家这么嫩的皮肤都不会被划破了 我不知道我这样被带回去 会面对什么 这只大小姐的魄好像有点多 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点得住 我无话可说 只好保持沉默 想想办法 那大小姐将我五花大绑 可能扑我回去做她的 她喵得我想象力这么好 干什么 大小姐仿佛化身艺术总监 故事指导着女仆护卫绑绳子的戏剂 总之最后 我被绑得像个艺术品 大小姐也终于满意地点了点头 她跳下桌子 小手一挥 带回去吧 我还在想 我现在这个造型 到底要怎么从淮城大学师生面前招摇过世 却见大小姐信不走到书架前 随手拿出一本书 两排七平天花板的高大书架 立刻四滑的 从中间向两边缓缓一开 露出后面的一间密室 简直和什么九又四分之三站台一样神奇 而密室里 赫然有一部电梯 看样子是直通地下停车场 不 别说是直通地下停车场 就算现在大小姐和我说 这部电梯真的直达魔法世界 我都有些信了 我反正是看呆了 这大小姐到底是何方神圣了 能在淮城大学里有这么个秘密基地 她又在这里研究什么呢 不会只是单纯地进行神秘的召唤仪式 我乱七八糟的妄想就此中断在这一刻 因为走到电梯前的大小姐 突然猛地回过头来 她短裙的裙板随之飘舞 像是一朵战开的花 她将手里的左轮枪对主后 没有丝毫的犹豫 扣下了扳机 我看到她还是一副笑盈盈的表情 来不及解释了 黑客帝国身法 启动 但电影里那种时间放慢 扭身躲过子弹的场景 并没有发生 没有子弹射过来 也没有枪声激发 随着大小姐扣动扳机 这间课室里响起了一阵有些诡异的音乐 喜羊羊 美羊羊 懒羊羊 肺羊羊 还有带着香味的泡泡 飞到了我的脸上 靠嫩娘啊呀 这左轮确实不是什么一只玩具枪 而是一把泡泡枪啊 喜羊羊的方块音乐里 这只大小姐笑了得够 再不知道开往哪里的房车里 被五花大补露 摊在沙发上 一脸的生无可恋 我还在沉浸在 自己和泡泡枪斗智斗勇了好久的失败情绪之中 开始复盘 首先是系统娘给了我一个黑客帝国身法 让我先入为主的认为 自己会遭遇激烈的枪战 其次 这左轮枪外表看起来特别逼真 而大小姐和她的女服也看起来既神秘又高级 有一把真枪似乎很合理 最后 我是怎么也想不到 那么能打的战斗女服 居然会从群体掏出来一把泡泡枪来的 这到底是什么恶趣味啊 房车里 喜羊羊的方块音乐还在播放 这泡泡枪的电量真是够足的 我叹了口气 能不能别放了 我认输了 大小姐 大小姐脸上还带着丰收一般的喜悦 用枪口勾起了我的下巴 帅哥不用这么灰心吗 这把枪是人家亲手用真枪改装的 被骗到很正常的 就连这喜羊羊的音乐 也是人家亲口唱的哦 好听吗 我不想说话 大小姐蹲在我的镜前 笑眯眯的眸子仰望着我 真的很久没笑得那么开心了 她又凑得更近了些 沙哑的嗓音轻声说道 也很久没那么舒服了 我心想那你再也别想舒服了 下次一定要让这只大小姐 卡在上不去上不来的阶段 狠狠地折磨她 一直安静开车的女仆护卫 却突然沉声开口 大小姐 老爷的人又来了 话音刚落 她一个急杀 把房车横在了路上 在一条人烟稀少的小屋 闭车黑衣 面包人把他们团团围住 看来是等待多时了 大小姐的表情似乎有些苦马 阿拉 真是好讨厌呀 女仆护卫已经开门下车 和面包人们打坐一团 她确实是只优秀的战斗女仆 虽然不是永春大师 我的义和之地 但外面的黑衣面包人 显然不是她的对手 女仆群翻飞之间 她一度站了上风 直到面包人们掏出了手枪指着她 我显然是有些PTS定 这总不会也是泡泡枪吧 难道你们是什么 失传已久的神秘泡泡家族 泡泡家族听起来 好像是什么村头集合 自带水泥的彩虹家族啊 是麻醉枪啊 大小姐低头摆弄起她那把泡泡枪 换了个几个零件 父亲的人 是来抓我回去相亲的 肯定不会用真枪 相亲 不知道这只大小姐要多少胎力 车外面 女仆护卫还在负予抵抗 大概是因为都是熟人 双方下手都明显有所保护 她似乎还有些心疼那条麻绳 用了好几次呢 真是舍不得呀 好家伙 大小姐的原味麻绳是吧 我心想 事到如今 这剧情实在太脱陷了吧 我的初心 明明只是想培养一下 自家的那只小女婆啊 不管那么多了 我重获自由的第一件事 先狠狠地惩罚了一下这只大小姐 一声脆响 车外表演赛终于结束 黑衣面包人手里的麻醉枪也激发出来 命中了女仆护卫 她立刻软软地倒在了地上 失去了行动能力 而车里 大小姐也软软地倒在了沙发上 她水汪汪的毛子抬眼看我 把改装好的麻醉左轮枪放在了我的手里 当人家一次好不好吗 黑衣面包人已经围了上来 要抓这只大小姐回去赴命 我把左轮枪勾在手上转了一圈 指着她 他们要把你抓回去相亲 关我屁事啊 她在沙发上扭了一下 风情万种 人家可以考虑当你的小狗狗 成交 不对不对 主要是我还指望靠这只大小姐 搭上完美女仆养成任务的线索 才不是对什么小狗狗好奇 我把脖子上还记着的黑丝解下 又理了礼一礼 打开车门 翻身下车 永春 啊大 全心向上 势大力沉地冲拳打出 黑衣面包人们一只指 像是带装薯片一样 轻盈地飞了出去 我单腿下蹲 在地上画出一条线 请自教 而那几只面包人 从地上爬起来 面面相去 怎么回事 这只新人怎么不打表演赛啊 大小姐从哪里找来的新人啊 他们也不讲武德 直接掏出了麻醉枪 本地的帮会太没有礼貌 黑客帝国身法 启动 我一个战术后仰 我的视线里 时间线仿佛被切成了一针一针 几颗朝他飞来的麻醉弹 拖出了残影 弹道十分的清晰 我像是散步一样随意躲开 面包人们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 我就反手发射了麻醉枪 而他们似乎也打累了 懒得躲 一个个顺势往地上一躲 这种工作态度能领多少工资啊 太摸鱼了吧 甚至有一只面包人演技很差 我还没朝他开枪 他就倒下了 群众演员是吧 不管了 反正收工了 干净利落地撂倒了所有黑衣面包人 回过头去 我发现 那只大小姐已经把他的女部 护卫拖回了车上 而他现在正坐在驾驶位 这是要跑路了吗 我撇了撇嘴 四肢并拗朝他勾了勾 还发出咄咄咄的声音 小狗狗 怎么回事呢 大小姐朝他妩媚一笑 却直接把油门踩到了底 没想到这么大的房车 居然还有类似GT2的弹射起步模式 风驰电车之间 这辆房车已经冲向我 我一个闪身跳向路边 咆哮的风 把我的一板都带了起来 回过神来的时候 房车已经远去 只看得到尾灯 只有一张卡片落在了地上 我捡起来 似乎还闻到一股奶香味 不知道是从哪里掏出来的 卡片上面写着一个联系方式 还画着一只小狗 再发出汪汪汪的叫声 小狗的头上写着一个名字 夏宇宾 我觉得这天发生的事情有点多 把我CPU直接塞满了 一时间处理不过来 必须回去抓住 女扑小猫咪路上 一个小时才能治好的那种 不过现在的首要问题是 我在哪里 怎么回家 夏宇宾那个疯婆娘 把我都这样丢在荒郊野岭 也一定要记在小本本上 我是有点记仇的 我打开手机看了眼地图 发现这破地方离家 已经有好几里面 怎么办 让万能的哆啦轮想想办法 我拨通了苏婉的电话 不久之后 苏婉就骑着我的小电驴 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林大傻 你必须给老娘好好解释解释 你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 真够难找怪 她登开小电驴的撑脚架 一手插腰 一手对我指着点点 我突然笑了起来 你这造型 又让我想起小时候 咱俩分赃不均的那次 以前苏婉就住在我家楼下 她小时候个子找得快 女孩子嘛 发育总是早一些 她骑在二八大杠上 腿都能够得着 总带着小个子的我到处松完 上房接瓦 下河捞鱼 简直就是大院子里的 混是魔王祖 关键其他家长 还没法把他们当反面教材 他们俩的成绩打小就特别好 所以尽管淘气 他们也是那种别人家的孩子 有一次 两人在小河沟里捞蝌蚪 我在水里翻了一回 蝌蚪没捞到几只 反而捡到一枚一元钱的硬币 这可是一笔巨款 两人欢天喜地的去买油炸臭豆腐吃 一元钱八块 顺带一提 现在的价格是十元钱八块 还没小时候好吃 结果馋嘴的小我没忍住 多吃了一块 当时小苏婉也坐在二八大杠上 那么插着腰指着我控诉 简直和现在的造型一样一样 不同的是小苏婉那时候还哭鼻子 坐在小电驴上的苏婉 显然也马上想起了那一名 她嘴角压不住地上扬 但还是绷着脸 别转移话题 老娘我可是逃课来接你 接到我的电话 还在上艺术鉴赏课的她 就悄悄弯着腰 从课室后门溜走 跟着定位 一路马不停蹄地赶过来 不解释清楚 一定要再和她一顿烤肉才行 我可不像小时候那么怕苏婉 小时候那是打不过她 但现在 我已经长得比她还要高了呀 时隔这么多年 我突然想采访一下你 苏婉女士 我一屁股坐在小电驴的后组 随手抓过一把春风 虚握着当作话筒 递在她的嘴边 那时候你怎么就为了一块臭豆腐 哭了那么久呢 苏婉没好气地拍开她的手 什么一块臭豆腐 你多吃了一块 我不就理外里 比你少吃了两块吗 哎呀 原来是这么酸的 那是真的流皮哦 我不禁鼓起了掌 赞叹道 婉婉可真是数学天才 可惜诺贝尔没有数学景 不然非你莫属我 那当然 苏婉还挺骄傲地量了阳下巴 小时候你的数学还是我辅导的呢 虽然那种课后辅导 两人大都凑在一起 看故事会或者漫画 我在后座灯了下巴 快发车呀 数学小天才 发个屁呀 不跟老娘说清楚 你为什么在这破地 就别想回家 苏婉在前座上转了个身 抱着双臂瞪着我 搞得好像老婆言行 好打没有暗示回家的老公一样 什么老夫老妻呀 我只好拿出杀手锏 先出发 去吃烤肉 路上慢慢跟你讲 听到烤肉这个关键词 苏婉果然眼前一亮 立马又转了回去 动作快得像是怕我反悔似的 小店驴终于缓缓启动了 转了个弯 开进一条相间小路 小路两边开着许多金黄成亮的油菜花 在春风轻浮之下 此起彼伏 意义生辉 我和苏婉穿行在这花田之中 宛如走进了一幅生动的油画 看两人的容貌 怎么也得是名画里的贵公子和贵妇人 可惜他们的座驾不是什么骏马 而是小店驴 比较违和 苏婉在这幅油画之中安静了一会儿 等小店驴开出油菜花田 才从小贵妇又变成了小怨妇 继续拷打我 快从十招来啊 林大傻该不会是被乃只小美女 抓来这里打什么野地战了吧 坐在后面的我有些汗流加倍了呀 这也能随口猜中的呀 这只青梅竹马的苏婉 不只是数学小天才 还是抓奸小天才呀 小美女的情节是有的 被抓来的情节也是有的 我还确实和几只面包人 在这片野地里 来了一站 连野地战都对手 好家伙 权重啊 我缓缓开口 你听我慢慢说 驾驶着小店驴的苏婉点了点头 我听你慢慢编 事情是这样的 我用娓娓道来的语气 直接开始即兴创作 话说我中午从第一食堂 吃完最爱的黄花菜面出来 一眼就看到了一个 很像最亲爱的青梅竹马 苏婉婉的背影了 我就大喊 婉婉 然婉婉没理我呀 静止就往学校外面走 还拖着个行李箱 春风吹起了苏婉柔顺的发丝 蹭在我的脸颊上 暖暖的痒痒了 苏婉没打断我 还在轻轻哼着歌 我继续往下讲 我当然就在后面追呀 追到学校门口 发现她提着行李箱 上了一辆出租车 那出租车熬的一声就启动了呀 我就在后面穷追不使 还撕心裂肺的喊 婉婉 没有你我怎么活呀 婉婉 我讲的简直是生情病茂 还假哭了起来 然后我就一直追呀一直追 就追到这里来了 故事讲完 苏婉的歌也刚好哼完一曲 编完了 编完了 不对 还得有个结尾 我来这捡到了一封信 是婉婉留给我的信 信里说了什么念 苏婉一副饶有兴趣的模样 今天暖呼呼的阳光 让她好看的眯起了眼睛 信里说 今天是疯狂星期四 赶快给我五十啊 我最终有没有得到苏婉的V50 没人知道 反正我是又被苏婉狠狠的踩了一脚 烤肉店门口 我抱着脚金鸡独立 呲牙咧嘴 你也不能天天踩我了 真给我踩坏了怎么办 踩坏了老娘给你养老啊 苏婉停好了小电路 随手把钥匙揣进了我的裤洞 行了 别装了 我今天又没穿高跟鞋 踩不痛了 我果然马上恢复了正常步伐 我听到了 你要给我养老了 苏婉突然想到了什么事的 笑了起来 林大傻 你说 等再过几十年 我们都老了 会不会也还这样天天吵嘴打架呀 等到了那样的年龄 你也穿不动高跟鞋了吧 怎么穿不动 老娘永远18岁啊 苏婉比了一个剪刀手 高高地举过头顶 她的卫衣拉起一击 露出盈盈一卧的腰线 真是元气满满的青春无敌美少女 逆着光 我拿出手机 定格下这一幕 等真的再过了几十年 他们都老了 再一起用这些照片 回忆这些光阴吧 苏婉大大方方地对着镜头 咪咪的竖起一根手指立在里面 又指了指马路对面 不远处的奶茶店 那是最近很火的茶色越岩奶茶 生意火爆 每天都排着长队 除了排队比较恼火以外 味道确实不错 此时排队的人不多 我便点头答应苏婉的要求 行啊 那你先进烤肉店点菜 我去买奶茶 苏婉却拽住了我 我开玩笑的了 林大傻 烤肉店有免费的大麦茶喝 走了 她拉起我的袖口慌了慌 虽然你现在发了点菜 但果然还是省着用 动辄二三十一杯的奶茶 其实对大部分普通学生来说 都是一笔不菲的知处 我怎么没发现 你还有嫌妻两母的属性了 我轻轻笑了起来 切你没发现的事情多了久 苏婉拽着我就要往烤肉店 此时我的眼前 系统娘的对话框却又跳了出来 要求加戏 学则开启 请苏婉喝一杯奶茶 奖励奶茶秘方一份 被苏婉请喝一杯奶茶 奖励烤肉秘方一份 有了系统娘之前发的一些钱 我是考虑过要不要做点生意 以财生财 总不能一直做吃山空吧 万一之后系统娘便抠门了吗 考虑到创业难度的话 感觉奶茶店还是更容易上手一些 前期投入也会更少 我经常路过一些 店门很大的自助烤肉店 里面的顾客却还没有服务员度 我都替老板形成白花花的银子 这一次创业失败 大几十万可就打水漂了 发什么蛋的零大傻 苏婉伸出白嫩的手掌 在我眼前晃了火 走了 请你喝奶茶 我反手拉着它 往马路对面走 我也确实想请苏婉喝奶茶 而不是为了什么奶茶秘方 发了财 连一杯奶茶都没法请这只青梅竹马 那发财还有什么用呢 钱这东西 说到底 不就是为了让自己和身边的人 过上更好的生活吗 且 零大傻一副爆发户的嘴脸 请你喝奶茶还要被你骂呀 你不是很喜欢被我骂吗 这种事情我是绝对不会承认的呀 苏婉却凑得更近一些 换上一脸嫌弃的表情 你不是最喜欢了吗 完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呢 林霜家里 乖巧端坐在沙发上 小女仆童谣 撇了撇子 看着手机上 林霜发来的信息 今晚不回来吃了 厨房里传来了高压锅 呜呜排气的声音 那时她下了课 匆匆忙忙赶回来 包上的鸡汤 按照视频里的女仆攻略 汤里还特意加了枸杞 肉桂和黄旗等补肾的中药材 虽然童谣也不太多 为什么女仆要帮雇主补肾 这个女仆攻略似乎有点奇怪 不会是盗版的吧 高压锅还在呜呜的响 小女仆童谣也补起了脸蛋 河豚似的 呜呜的吐出了气 不回来就算了 我全都喝光 喝光 一滴都不上 女仆日记 今天林霜没有回来吃饭 这个仇我记下了 下次 下次该怎么报复她呢 暂时还没有想好 反正这个仇我记下了 我给自家小女仆报完信 收起了手机 她和苏婉也刚好拍完了奶茶的怒 开始点单 两杯烟花一老 都半糖 一杯去冰 一杯热的 我无比熟练的下单 苏婉抿了名嘴 没说话 等待奶茶制作的过程中 我又和店长小姐姐聊了会天 主要是咨询一下这家店的成本 大概是看在她 有点小帅的粉上 店长小姐姐回答得很热情 其实这种连锁加盟店 开店成本还挺透明的 毕竟所有材料都是从总部买来 再加上店员工资 门面租金 以及一份不菲的加盟粉 听到店员小姐姐口中 说出的加盟费数字 我心想这可真是狮子大张嘴 还好我现在已经拿到奶茶秘坊 不用加盟也能做出一样的味道 有种匹老板终于 偷到了谢黄宝秘坊的喜悦 不对 读书人的事 怎么能叫偷呢 都是大自然的赠霸 你要开奶茶店了 凌傻子 坐在烤肉店里 苏婉双手撑着下来 时而看滋滋冒油的烤肉 时而看他 是有这个想法 这些加盟店 确实有些可取之处呢 你说的可取之处 该不会是黑丝制服吧 茶色月盐奶茶店的员工们 都穿着统一的黑丝短裙制服 确实好看 我家起一块烤好的牛肉 喂进了苏婉的嘴里 吃你的烤肉吧 多吃点 就算你这么会入老娘 苏婉咽下烤肉 老娘也不会去当你的奶茶老板娘啊 他朝他伸出一只水 得加钱 我早来打算悄悄溜回家 背着自家小女朋友 带着其他妹子 在外面吃了一顿非常好吃的烤肉 总感觉这样回去遇上的话 会被小女朋友愿地眼神注视 我捏手捏脚地出了电梯 把药师轻轻插进门里 一点一点地转动 没发出任何声音 这也是从小变成的绝火 和苏婉在外面玩风了回家超市 就必须要会这一手无声开门 只要在家人发现之前 偷偷溜回卧室 便可以躲开一场男女混合双把 但这次我大失败 我无声地推开了门 却爆出了一只小女仆 金色传说 小女仆童摇在门边 提着女仆裙和我行李 欢迎回家哦 主人 当场代表 但我丝毫不慌啊 区区一只小女仆 还不是轻松拿捏 深呼吸 保持迷人的微笑 我接过她递过来的拖鞋换声 笑着问她 总有些好奇 你怎么每次都能抓到我回家的攀命 小女仆伸出一根手指点在脸蛋上 这可是优秀女仆的必修课呢 主人 实际上 童摇研究过的各种女仆攻略秘籍 都说是要通过主人的气味和脚步手 以达到每次都能来到门边迎接 可是她刚入职没多久 实在是做不到这一点 不过说实在的 那方法真的靠谱吗 新近小女仆童摇 越来越觉得自己看了个盗版公乐 她只好用了个笨办法 做完其他事情之后 她就搬了个小凳子 坐在门边看书 我一屁股坐在了沙发 你这主人叫得越来越熟练了呀 这也是优秀女仆的必修课呢 主人 怎么感觉这只小女仆 在阴阳怪气呢 不确定 再试探一下 那你这只优秀女仆 不关心一下主人 晚上带什么去了 我四仰八叉的摊在沙发上 童摇则 一点点不情愿 但童摇还是乖乖把小脸蛋凑了过 贴在了我的手上 她有什么办法呢 她只是一只可怜弱小又无助的小女仆吧 只能任由在外面花天酒地的主人 回来又揉领她 音音音 我笑嘻嘻地挠了挠小女仆的下巴 又双手扯了扯她的嘴角 把她向下的嘴角 扯成了笑脸 别不开心啊 保持微笑肯定也是优秀女仆的必修课吧 我有什么不开心的童摇左哼哼 一顿不回来 吃就不开心啊 你这小女仆也太黏人了吧 我没有童摇又横横 真是黏人又可爱的小猫咪 我有东西忘在外面的柜子上 去拿进来吧 我又揉了揉她的脸蛋 才把她放开 小女仆的脸蛋已经被无良的主人揉红了 理了理裙摆 小跑步举开门 她拎了一个纸袋子回来 打开看看 给你带的 我撑着下巴看着小女仆 表情好像给孩子买了生日礼物的家长 不对 应该更像给小猫咪 买了新口味猫条的四主 小女仆眸子里亮起 星星点点 但还抿着嘴 主人给优秀小女仆 带的什么呢 说完她就满怀期待地打开了纸袋子 拿出了一杯奶茶 一盒打包好的烤肉 以及一只草莓小蛋糕 每拿出一样东西 这只小女仆脸上的笑容就多一分 到最后 她转过身 兴冲冲地似乎想扑进我的怀里 但还是紧急杀住了车 鸭子坐停在了沙发上 雪白的小腿从女仆裙下露出一击 像是温润的玉 我笑着朝她张开双手 想扑进主人怀里也是可以的 我没有 小女仆童谣抱过她的手 笑眯眯地把小脸蛋又贴在了我的手心 再给主人撸一块小猫咪 好不好 她鸭子坐在沙发上 上半身前倾 几乎要贴近她的怀里 真让人想揉进怀里猛吸啊 怎么样 我也能得到优秀主人奖了吧 我满足地挠着她的下巴 小女仆猫咪也被撸舒服了 发出和小猫咪一样的声音 呼噜噜的 还真是好哄的小猫咪啊 而且不会掉毛 还能帮她做家务 完美 快吃吧 烤肉还是热的嘛 这家烤肉可好吃了 小女仆却坐起身来 又蹦蹦跳跳地端进了厨房 她一头柔顺的头发绑成了马尾 在女仆群后面轻盈地一摇一摆 当当当当 小女仆端出了一大碗鸡汤 还是热气腾腾的 鸡汤来了 我赶忙帮着接过来 好香啊 父母不在之后 真的很久没喝过煲汤了呀 小女仆笑眯眯地摇起一勺汤 呼呼呼地吹了吹风 然后喂在我的嘴边 快尝尝啊 我熬了好久了 如此自然而然的喂食谱 我却有些不好意思 喝下这一口 便拿过了勺子 好喝的 你也快吃烤肉吧 小女仆还捧着脸蛋 坐在旁边看她喝 放了很多中草药了 听说可以补肾哦 我差点没把嘴里的鸡汤给喷出来 谁告诉这只小女仆 她需要补肾呢 这只小女仆是完全不知道她的厉害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比划比划 单纯的小女仆不知道我在想什么 她拿起奶茶 先看了眼牌子 这个牌子 好贵的 我揉了揉她的小脑袋 跟着我吃香喝辣就好了 小女仆抿了明嘴 把吸管插进奶茶 闭在了她的嘴边 那主人先喝 我摆了白手 我当然喝过了 我已经喝鸡汤喝得嘴唇油光增亮了 这小女仆包汤的手 以后开一家瓦罐汤店都绰绰有余啊 不对 这么好喝的汤 肯定要把它藏在家里 天天只包给我一个人喝呀 啊哈哈 小女仆喝下一口奶茶 主人的表情又变得奇怪 她眼睛可爱的眯起来 小脚丫也一摆一摆 果然每只女孩子都喜欢甜的东西 女孩子是由砂糖 香辛料 以及其他美好的东西组成的吧 至少我眼前这只小女仆童油 是这样的 甜甜的 香香的 软乎乎的